六條離島和兩條港內渡輪線的牌照今年到期 五民署署收到刑辦商續牌申請 其中新渡輪說成本高企下個牌照企有加價壓力 上班繁忙時間 乘客不選巴士又未有鐵路直達 往返九龍城和北角的渡輪仍然有人捧場 因為地鐵和坐車都塞車和多人 這個服務是很舒服的 由九龍城區的碼頭坐船去北角 最久都只需要半小時 有市民說上班搭乘船而不乘巴士 最多可以省到近半小時 但是人潮一過 人去船空 離島線現時船公司有政府補貼維修保養 和驗船開支 2011年上次續牌的時候 就用了一億二千萬公帑 下一個三年牌照會再用近二億 沒有補貼的港內線上次續牌的時候 加價超過兩成 離島線有補貼都加了大約一成 今次都有港內和離島線 申請續牌的新渡輪說 客量持續偏低 現由開支佔了經營成本極大比例 加上按當局要求增加的安全設備 都對票價造成壓力 促進政府長遠成立穩定油價基金 在油價高於基準的時候 就在基金當中補貼 有議員認為政府不斷泵錢都不是辦法 政府直接買船 然後將船的服務判出去做 會否反而更穩定 有到不穩定的因素 是否又可以做一些功夫 運輸處回應說 下次續牌會繼續為船公司 推出補貼措施 維持票價穩定 至於其他持牌的渡輪服務 亦都可以享有多項協助措施 包括豁免現有稅和船隻牌照費等等 無線電視記者李卓謙報導